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说 这一届的伦敦奥运会到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比赛场内出现了很多控制的座位 这也引发了各方的一个广泛的质疑 那么现在伦敦奥座委在30号经过紧急磋商之后 有了一个最新的举措 他们说会采取措施 每天会重新出售这些控制的座位的门票 来看看 30号出版的英国主流报纸都刊登了大幅照片和文章 再次对一些奥运会比赛观众席出现大量控座位 表示出质疑 图片显示 靠近比赛场地的最好席位大都空着 而距离比赛场地较远的观众席上却坐无虚席 根据报道 伦敦奥运会的门票当中有75%卖给了公众 另外有8%预留给了赞助商 分析人士说 控座很可能是预留给赞助商的 连日来很多观众抱怨一票难求 面对外界对场馆控座的指责 伦敦奥作为只好偷偷让轮休的负责奥运安保的军人 前来场馆的控座席充当观众观看比赛 而这更引来媒体和观众的一片谴责 面对质疑之声 英国首相卡梅伦30号视察伦敦地铁时便解说 奥运会刚刚开始出现控座现象是正常的 伦敦奥作为将会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分析人士认为 除了赞助商预留门票以外 票价高也是比赛出现大量控座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些精彩的比赛 比如跳水游泳等热门比赛高达上百英镑 约合上千元人民币的票价 可能吓跑了观众 此外 也不排除一些票务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 以及黄牛党倒票 目前伦敦警方已经就此展开了延长